大家好,我是金心 之前有朋友问我 这三个字的区别 上节课我们已经讲完了白勺的的用法 这节课我们来讲一下土野的的用法 这个土野的它本身是一个多银字 它读作大地的地 同时也读作的 好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作为的的时候 应该怎么用 首先呢 这个的它是要用在动词的前面 它是要加在动词的前面 我们想一下上节课讲的白勺的 是用在什么前面 是用在名词前面 记住了吗 所以这个就是白勺的和土野的的区别之一 它用在动词前面 那我们来举几个例子吧 比如说之前前面的课程 金心讲过一个短语 中国年轻人非常喜欢用的一句话叫做 摸摸摸哒 还记得吗 所以我们造一个句子 小明跟小红说摸摸哒 小红听完这句话之后 他就害羞的低下头 害羞的低下头 因为低下头它是一个动作 那这个得呢 要用在动作的前面 所以是土野得 土野得 看懂了吗 嗯 再举一个例子 之前呢金心说 金心的妈妈有一天 在天气非常热的时候 让我跟她一起出门逛街 然后我当时就特别的无奈 我特别的无奈 所以我当时无奈的说 天气这么热还要出去逛街 真是醉了 真是醉了 表示我非常无奈的心情 还有印象吗 所以无奈的说 这个也应该是土野得 因为说它本身是一个动词 再举一个例子 中国呀有一首歌叫做 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是孟廷伟唱的 我非常喜欢这个歌 他其中有一句话啊 就这样唱的 他说 你看你看 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变 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变 看到了吗 月亮的脸 首先脸是一个名词 所以白韶德在这里 用在名词脸的前面 但是偷偷偷地在改变 但是偷偷地在改变 再改变这块是一个动作 所以土野得要放在动作改变的前面 听懂了吗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土野得要用在动词的前面 好了 下一节课呢 我就会去讲 这一个德的用法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你继续关注 好吗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